姜武跟姜文 姜武没有姜文出名 其实弟弟姜武的演技也是很不错的 不过被哥哥姜文的锋芒所掩盖 姜武外表憨厚 内心狂野 执着坚定专注 相对姜武的哥哥姜文 姜武更踏实 姜文更强势 兄弟二人都比较有灵性 姜武能够演绎差别很大的两种完全相反的角色 吐石与狡诈 皆可驾驭郭靖与杨志刚兄弟 虽然二人是异性 但绝对是亲兄弟 哥哥是大道远 弟弟是纯演员 杨志刚的演技一直备受质疑 好在有当导演的哥哥 总能演个主角 现在几乎成了老哥的运用男主 郭靖与 每个行业都有些惯性思维 被奉为常理去认同 但总有另外一些人用事实去证明 其原来是伪命题 传奇剧王郭靖与 就是电视剧圈里面的逆袭派 他的剧独剧特色 打出了反传统运作模式的漂亮仗 也让人们重新正视当前电视剧的新模式 杨志刚 杨志刚凭借其鲜明的个性 与独特的戏剧爆发力 给观众留下了清晰印象 被赞誉为年轻演员中的 个性派领军人物 随着杨志刚演技得到 越来越多的认可 他也在更多的戏中 开始出任主要角色 而这些角色 大多都要求具有较强正面性 另一方面 一个好的演员 应该是能由任有余地 胜任各种角色 包括正面与反面角色 因此杨志刚一直在努力探索一种 真正适合自身的表演方式 一方面要体现出自身已有的特点 另一方面又要与角色身份相吻合 钱小豪和弟弟钱家乐 当年钱小豪是影谈著名的帅气大星 钱小豪在十几岁进入少市训练班 而弟弟钱家乐宠缺的家 于是钱小豪便把这个最小的弟弟 也带进了电影圈 钱小豪是二十世纪吧 九十年代少市的刚红小生 自一九七九年起 钱小豪先后为少市电影公司 吉家和电影公司等等 演出超过九十部影片 其中与武打动作片最深入人心 担任武术指导的钱家乐 以越来越多的在影片中 揉入他的风格烙印 且抑郁八位观众接受欣赏 他的演艺生涯 非但投射出香港电影工作者不拘不挠 奋发囚禁的创作精神 也无疑可是做出无数香港人 成功历程中的一个范例 钱小豪和弟弟钱家乐 当年钱小豪是影谈著名的帅气大星 钱小豪在十几岁进入少市训练班 而弟弟钱家乐处却在家 于是钱小豪便把这个最小的弟弟 也带进了电影圈 钱小豪是二十世纪版 九十年代少市的刚红小生 自一九七九年起 钱小豪先后为少市电影公司 吉家和电影公司等等 演出超过九十部影片 其中与武打动作片最深入人心 担任武术指导的钱家乐 以越来越多的在影片中 揉入他的风格烙印 且抑郁发为观众接受欣赏 他的演艺生涯 非但投射出香港电影工作者 不拘不挠 奋发囚禁的创作精神 也无疑可是做出 无数香港人成功历程中的一个范例 请不吝点赞 订阅